我們用這張圖來講說 一般PC幾乎都是Intel的天下 大家都會覺得說 ARM在PC是沒有搞頭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 高通支持ARM 高通的速度是60TOPPS 是比所謂Intel的AI晶片 40TOPPS還要快 所以高通它未來成長性很高 那 NVIDIA你可以發現 它就是AI專長 這兩個都支持ARM 兩個支持ARM的話 所以現在大摩它預估就說 你看 現在開始是這樣 未來2025年兩個加起來的金額是這樣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你看成長這麼多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發現 零發科為什麼會這麼強 因為零發科 NVIDIA是藍色的對不對 對 藍色這個部分 然後高通是膚色的 對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你可以發現 剛才高通不得了耶 對 這兩個成長的速度非常快 但這個發展 它是對零發科 對瑞毅 對林勇是有利 但這個發展 因為變成ARM 就不下單給四星創意 它等於是對創意 所以四星才會一直都表現弱勢 但是反而就說 林勇你過來 零發科你過來 瑞毅你過來 反而這些集團的 是So-A-ARM的這個未來的成長性 好 所以產業界也是會互相挖腳 我們再往下來看 不是只是一般的人力銀行在挖腳 那麼其實針對他們未來的方向 他們也會大動作的挖腳 但我們來看台積業 因為沛起我們剛剛談到要配到四塊錢 所以配到四塊錢 這個利多之前都命不透風 沒有人知道耶 其實一般來講是這樣 這個四月份這個營收2360 這個說真的 大部分四月份就盪下來了 因為像聯發科 過去的旺季和最高峰的出現在第四季 通常是四月五分比較低 六月開始起來 但是四月跟五月一般營收會輸給三月份 結果一公佈的時候是2360 月增20.9 大家一看嚇死人 所以這個對台積業股價就經驗很大 但是你看 大家都說台積電 配息人那麼低 股息之力那麼差 這是他以前最大的詬病 那現在你可以發現 他以前這個資料叫做什麼 叫做美股現金流進來 我這個公司有多少錢 我以前流進來就11塊 2022年流進來就11塊 所以我配息就不多 那我2023年13塊 我就比較多 我就配多一點 但是從今年就不一樣 所以台積電配四塊錢 為什麼市場非常振奮 因為這才剛開始 你這樣看 他在今年2024年 他流進來的資金的話 不是13塊 是21.8 從13塊到21.8 這很驚人 這現金流進來這麼多 那配七成 配七成的話大概就是8.5 這就表示就是說 現在配四塊 到下半年有可能台積電要配四塊半 好 那明年呢 明年那現金流進來 所以我們不見的是把四成四對不對 因為下半年有可能再調高 對 然後明年的話流進來是31.2 那配七成現金出來是24塊 所以明年有可能到24塊 後年有可能到26塊 對 一季的話是6塊錢 等於說現在你覺得說好棒好棒 台積電的話要配四塊錢 但是你想到明年它是一季配6塊錢 那到後年它流進來是32.8 32.8配七成26塊的話 也就到了2026年 台積電一季可以配到6塊半 所以現在想四塊錢 那是剛起步而已 明年配6塊 後年的話 依照這種現金流量 流進來的速度的話 它是可以配到6塊5的 好 那我們回來看股價 對 那麼從公格的股價來看 台積電是再創新高對不對 在今天來到這個位置 而且是跳空網上攻堅 那麼其他跟台積電有關的 一些協力廠商 或者跟AI有關的個股 在今天另外一檔指標股 是看聯發科 不過聯發科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是靠AIPC 對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台積電 它這個825跟826 其實一塊錢而已 所以它這個要突破新高 其實機率非常高 應該是沒問題 而且五月份的營收 還是像四月份這個速度的話 這個繼續突破 它的問題是不大 所以當然是一個人的武林 那陪伴它大概只有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最近就是AIPC 因為AM的這個數量非常大 對它 因為它以前不做CPU 它現在CPU的成長很多 但現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發現台積電在漲 但是周邊的 以前最棒的 包括像散熱的部分 齊擁 雙鴻開始在跌了 所以變成說一些所謂的 CoA的一些概念 包括像紅素 精華 或者是像所謂的新銀都在跌 所以你還是要小心 就說雖然台積電在漲 但其他股票有一點 這個承擔暗度的感覺 開始在跌的一個模式 這要小心 那反而電子股大家都不好選 但電子股反而是 一般的所謂的伺服器 我們現在以前都講AI伺服器 是 一般的伺服器你可以發現 這個微軟今年的資本支出增加36.2 Microsoft增加30.4 Analon的話增加14.5 那Meta增加2.8 總共增加了24.5 所以一般的伺服器 像微影 它的股價就比較穩定 或是加折 它的股價就比較穩定 所以反而是AI的 最近都在跌了 但反而以前一般伺服器 比較會跌 比較不會漲的 反而它比較有支撐